欢迎继续收听由紫金为您演播的长篇悬疑推理小说《无罪谋杀》 柳飞的声音不大,却充满了愤慨 把旁边的张萍和屋外的孙剑舟、郭荣荣都惊呆了 他们还没见过柳飞发脾气呢 居然是朝丁一声发的 丁剑看着怒气中庸的柳飞 倒是心平气和,说 不是没想救孩子 我当时拉了他一半 不知为什么根本转不动他 当时那种情况只能先救别人 总不能大家陪他一起死在这儿吧 郭荣荣在门口插嘴说 他救的肯定是寻碗 一瞅也是一只狐狸精 丁剑回头白愣他一眼 对柳飞说道 你没在现场 当时这个小孩非常奇怪 我感觉这火好像也是他点着的 丁剑这话实在有些出人意料 这么大一场火 他居然说是一个八岁小男孩点着的 还把自己烧死了 柳飞当然无法相信 但看丁剑说得十分认真 他又半信半疑 仔细观察地上男孩的焦虚 看着看着 他看出了一点门道了 他发现地上有两节很浅的木瘸子 上面还有断茶 似乎是很长一段木头被火烧断了 只剩下贴地的一件 他问丁剑 你们进门的时候 这里立着两根木头吗 声音故意保持着冰冷 木头 没看到啊 我明白了 当时这个小男孩被伪装成凶手的样子 穿了一条很长的裤子 我猜到他脚上肯定踩着什么东西 但是外面套着裤腿 我没看到他踩的是什么 现在看来 应该就是两根固定在地上的木头装了 柳飞没说什么 检查起男孩两只脚 其实已经差不多烧光了 只剩下短短的一截 细心的柳飞 在男孩残存的脚掌上 发现一根钢丝 他把钢丝线装进物证袋里 丁贤问 这是什么 男孩两只脚都被钢丝线绑在木桩上 木桩固定在地上 所以你才没拉动的 丁贤笑着说 这么说来 我还不算见死不救的坏人是不是 现在这种时候还能笑得出来 至少也说明你冷血 柳飞依然没给丁贤好脸色 只是语气稍微缓和了一点 柳一让 这里有些东西 你看看 站在房间里一侧的张平 忽然冒出一句话来 柳飞起身 走到他的身旁 在靠墙角的地方 有一些零七八岁的东西 他逐一拿起来看看 有玻璃器皿的碎片 木头支架和其他一些碎片 又过了一会儿 他稳定前 你为什么说是这个男孩存活的 他当时情绪很冲动 想抓流畅 我就站在他身边 他一动胳膊 我看见从他手里 飞出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 细绳 对 很像细绳 我还没等看清楚呢 就从你站那个地方 就腾起一团火 很快这间屋子就烧起来了 知道了 你没说错 确实是这个男孩存活 郭荣荣一下从门口跳起来 我没听错吧 小飞姐 您说这个男孩纵火 他才八岁啊 纵火杀人 他的动机我不知道 我只是根据这些证据做出分析 刘飞说 墙角这些碎片 其实是一个简易的点火装置 我刚才用测气仪 检测出空气中含有无氧花二磷这种物质 说明这里有白磷 白磷在空气中自然 产生的物质就是无氧化二磷 因此 白磷通常被保存在低温的环境之中 用它来做点火器 最容易补过了 这个点火装置原理也不复杂 我猜应该是风口的玻璃瓶上 装着白磷粉末和冰块 下面用三根木棍支撑着 其中一根木棍牵着一根细线 让细线可以贴地拉住 避免被进屋的人发现 细线沿着地面一直拉到男孩这里 绑在他的手上 只要他一拉动 杯子落在地上摔碎 里面的白磷粉末洒出来 瞬间就会化作一团火 点燃出燃气 把整个坊间化成火海 可这么做 男孩不是也被烧死吗 刘飞猜测 也许他只是被凶手绑在这里 他并不知道自己有危险 冰前说 不 我觉得他知道 刘飞显出一些疑惑 因为这是凶手给我们设的拳套 想把我们都烧死 他把男孩做成一个遥控点火器 但他必须保持男孩在我们来之后点火 所以他一定要提前告诉他真相 让他已经被连接上了一个点火器 他就要被烧死了 男孩肯定处于极度恐惧之中 那不对啊 郭荣荣发现了一个漏洞 如果真是那样 小男孩把线扔下不就得救了吗 怎么还会被吓成这样啊 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解决 小男孩并不知道 点火装置的原理 只要凶手告诉他不能动 一动那根线 房间里就会着大火 这样就吓唬住男孩了 让他老老实实一动不动 待在这里 郭荣荣还是有点疑问 可是男孩为什么要同归于尽呢 一个才八岁的小男孩 他跟你们无怨无仇呀 他当时已经被凶手折磨得 濒临崩溃了 任何一点细微的刺激 都能让他绝望 当时刘畅可能不小心刺激到小男孩了 让他不顾一切想扑他 结果引燃了房子 真够可恶的 连小孩子都不放过 我非抓住这个混蛋 包他皮不渴 郭荣荣气愤地挥舞拳头 其他人可没他这么乐观 一个个心事重重的样子 孙剑舟望着惨不忍睹的现场 不禁感慨说 这个凶手作案手段 无所不用其极呀 他到底想要什么 没人回答 也许只有那些 尖末的尸体知道 可惜 他们的头都已经被凶手取走了 法医室解剖间 四具被烧焦的尸体 两具放在一栋担架上 两具放在解剖台上 即将有柳飞尸检 焚烧后的尸体非常轻 重量只有先前几分之一 这是因为身体的水分 在高温下被蒸发 只剩下干枯的骨和肉 人是一种很奇怪的生物 最喜欢吃烧烤 还要撒上佐料调味 如果换成烤自己同类 就会感觉无比的恶心和恐惧 无罪谋杀VIP版本 每天至少更新八集 好听的故事无需等待 直接在喜马拉雅APP 搜索无罪谋杀VIP 就可找到购买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期标题 我的微信咨询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面对四具 四肢蜷缩的胶石 警员们都有点心生畏惧 顾荣荣更不敢看 躲在丁浅身后 柳飞穿戴整齐 张平打下手 柳飞首先对其中一具男性胶石 进行试试 其实从尸体外表 普通人很难分清是男性还是女性 柳飞是从死者肩膀和骨盆的宽度比例来判断的 男师躺在解剖台上 收缩比正常人小了一倍多 手脚全躯 乍看起来好像还在奋力挣扎 郭荣荣猫在丁浅身后 肚肚舌头就说 好吓人哪 他是临死前跟凶手搏斗了吗 这是炭化死者特有的形态 柳飞听到他说话了 就说 四肚烧伤的人体呈现出炭化 就是我们眼前看到的这样 肌肉缩水 在高温下可出现收缩 拉扯四肢出现弯曲 法医称为斗拳形态 检查烧焦的尸体 对柳飞来说难度不小 而且那股味道 并不像烧烤那么好闻 是一种焦糊 加上腐肉 残活在一起的味道 柳飞戴上口罩 沿着从头到脚的顺序 开始检查 因为尸体没有头 他只能从切断的脖子部位 开始检查 伤口表面已经烧焦 什么都看不到了 柳飞用镊子 在死者脖子里仔细寻找 逐渐拽出一些 长条状东西 放在旁边的托盘上 郭荣荣感到一阵的恶心 这是什么呀 虫子吗 花根 柳飞头也不抬的说 尸体脖梗上的确插着花 在大火中烧光了 只剩下脖子里的根须 丁谦说 我又不会骗你的 你现在应该想办法找找 有没有其他线索 而不是检验 我是不是说谎 咱们也好省点时间 柳飞隔着口罩 弯了丁谦一眼 继续往下检查 因为尸体形状特殊 解剖起来很不方便 柳飞在张平的帮助下 好容易给尸体做了垂直解剖 从尸体脖梗到小缝 做了一道笔枝的切口 用剪刀将烧焦的皮肉翻开 挂在两边 露出胸骨和肋骨 里面的骨骼还算新鲜 不过内脏已经开始腐败了 柳飞用骨鞠锯断四周肋骨 和张平一起把胸骨取出 露出里面的内脏器官 内脏已经散发出异味 看起来被害人已死多日 柳飞把脏器按照步骤逐一取出 用器官称 以一称重记录 看着柳飞摆一具完全的尸体 有条不紊的拆卸 既是一种艺术 又是一种折磨 郭荣荣等得实在不耐烦 低声抱怨 小飞姐到底在找什么呀 什么时候在玩事啊 丁钱悄悄告诉她 别说话 人家享受的是过程 当当一声 柳飞把解剖刀和剪刀扔在托盘里 把丁钱和郭荣荣吓了一跳 柳飞朝丁钱照了招手 丁医生 你过来一下 丁钱吞了口唾沫 郭荣荣用遗体告别的眼神 瞅着丁钱就说 你去吧 她说 保重 丁钱硬着头皮 走到柳飞的身边 柳飞说 死者胸骨剑突部位 还没有发生钙化 男人年龄到三十岁 这个地方就会从软骨变成钙化 说明死者年龄 还没到这个岁数 刘畅是不是有个弟弟啊 是 好像刚刚二十岁 那么这只尸体 很有可能就是他的 具体身份核实 还需要时间 张萍这时候说 刘医生 内脏都检查完了 没发现异常 柳飞看了一眼 胃和肠子都检查了吗 都检查了 都没打开 怎么叫检查了 男人一般饭量都比较大 胃内容物 也可能有很重要的线索 张萍只好硬着头皮 把死者的胃切开 解剖剑里 立刻弥漫着一股 难以形容的恶抽 郭荣荣 眼泪都熏出来了 这什么味儿啊 钉前捂着鼻子 打了个比方 就好像给一锅 发臭的瘦肉粥 大火加热 形容的他自己 都有些恶心了 其他人更加受不了 打算撤 这时候 张萍忽然说了一句 胃里有东西 柳飞丢下手里工作 走过去 张萍正在用勺子 从死者的胃里 往出咬 咬来咬去 发现了一个 金属的小东西 柳飞看了一眼 招手让丁前过来 丁前皱着眉头 走过来 柳飞把臭壶红的勺子 举到他的眼前 差点伸进他的嘴里 这是什么 你能不能认出来 丁前勉强瞅了一眼 黏糊糊的胃米里 裹着一个 亮晶晶黄晨晨的东西 他咬进牙关 把自己胃里 反上的酸水 给咽了下去 你至少得给我洗干净 才让我看吧 柳飞也没说什么 用清水 把那东西洗干净了 这下能看清了吧 丁前从那一双 明媚的眼睛里 隐隐看出了恶搞之意 这女人是诚心使坏 因为自己刚才那句调侃 故意报复 装得还跟没事人似的 宁得罪小人 不得罪女人 这是血淋淋的真理 勺子里是一个 长方形的东西 小拇指盖大小 黄灿灿的 上面镶嵌着一圈碎钻 这东西背面有一个细针 带着金属帽 柳飞说道 天亮这沉甸甸的 好像是金子做的 这东西应该价值不菲 耳环吧 郭荣荣眼睛大 视力好 可这大老远也能看清 搞不明白啊 女人的耳环 她为什么吞到肚子里啊 难道是她偷的 柳飞打断说 这不是耳环 不是 这好像是男人衬衫上的袖扣吧 对不对 丁医生 你知道还把我叫过来 丁钱鼻子没好悬 气歪了 柳飞还装得一本正经 就说 找你确认一下吗 丁钱还不好意思拆穿它 显得自己没度量 我决定这东西就是绣扣 而且是纯金相钻石的绣扣 开什么玩笑 你们男人这么奢侈啊 郭荣荣叫了起来 现在也不嫌臭了 凑过来仔细打量着 哇 真是纯金的呀 连绣扣都这么珍贵 这刀衬衫得值多少钱啊 这小子得多有钱啊 妈呀 我怎么没遇到过这么有钱的男人呢 柳飞淼淼解剖台上 烧焦的男尸就说 也许你已经遇到了 那还是算了吧 郭荣荣一脑门子黑鲜 无罪谋杀VIP版本 每天至少更新八集 好听的故事无需等待 直接在喜马拉雅APP 搜索无罪谋杀VIP 就可找到购买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集标题 我的微信咨询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这个修扣不能是死者的 丁仙说 流畅家庭环境倒是不错 但是一个开超市的人家 也不可能这么有钱 这样的修扣就得挤弯 加上衬衫和配套西服 全套衣服恐怕得上百万 一套上百万西服的金扣子 居然进了被害人胃里 光让人听着就很离奇 一时间 所有人脑子里都在思索 各种各样的可能 丁钱说 我想或许我能想到原因 柳飞问 怎么回事 被害人跟凶手 又过一段搏斗之后 才被杀死的 会不会是在搏斗的时候 被害人咬住凶手的袖子 在撕扯的时候 把袖扣扯掉了 吞下肚子里 还记得 给你们听过的 逢远的录音吗 那里有提到过 丁钱这一提醒 大家都想起来了 孙剑舟说 谁能想到 这个凶手还是一个富豪啊 居然干起了杀人的勾当 郭荣荣忽然说道 要我看呢 就是人红是非多 你怎么这么说呀 孙剑舟觉得 他的说法挺有意思的 还用问 你看刘畅长那样 点心的狐狸精嘛 这样的女人 无论在哪儿 都能惹上是非呀 有吗 我看那个女的 挺本分的呀 不像你说的 那么随便的 你们男人看女人 都是看长相 有的女人是外浪 有的女人是内扫 第一种女人 大家一眼就能看出来 有些男人就好那一口 第二种女人嘛 外表装得出出可怜 人处无害 背后供于心气 玩弄感情 到处惹是生非 薄不起就得得罪什么人 要不然呢 凶手为什么 总是围绕他转来转去的呀 谁知道 这个女人背地里 干过什么埋态事没有 孙剑舟想了想就说 查查这个刘畅也好 听说她是组公关的 本身接触的人多 也难保没有开罪过什么人 丁钱从柳飞手里 拿过那枚袖扣 正来回看看 这时候说 在背面有 Gayvention的标志 Gayvention是国际大品牌 旗下销售的服装品类 是种类繁多 但像这样的款式 也不会太多见 只能是限量版才有 数量也没有几套 孙剑舟兴奋不已 没准真让郭警官说对了 保不齐 刘畅平时接触过什么有钱人 发生了不该发生的纠葛 激起了对方的杀机 我们按着这条线索挖下去 说不定就能把这家伙给挖出来 任他机关算尽 还是露了马脚 我现在就带人去他公司查 孙剑舟说到做到 马上就出发了 平江武警103医院 冯远和刘畅都在这家医院里住院 穿着病号服的刘畅 正坐在冯远的病房里 看着穿病号服的冯远 冯远低着头 大气都不敢出 气氛有点压抑 还有点暧昧 过了好半天 刘畅才问 你好点了吗 好多了 冯远赶紧把头偏到旁边 不让刘畅看他脸上的伤 刘畅却故意往他身边挪了挪 冯远再躲就坐地上了 刘畅低着头 红着脸说 谢谢你 冯远 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这句话呢 没关系 举手之劳而已 我真笨 都不知道原来是你一直在保护我 我还怀疑你 误解你 原来你 你 刘畅说到冻情处 泪光盈盈 冯远慌了 脑门子上只往外冒汗 他伸手去擦汗 刘畅急忙拉住他的手 别怕 当心感染 两个人四目相对 动作一下就僵在半空 逢远 喉结缩动 全身发抖 流畅 美目寒情 泪中寒翘 孤难寡女共处一室 同命相连 心潮澎湃 不知不觉地相互靠近 喷地一声 病房门开了 一个中年女护士 推着推车往病房里面走 一眼看见眼前情景 性冷淡的脸上 马上挤出无比的反感 干什么呢 干什么呢 身子痒好了吗 就想折腾 几天没见就受不了了 真奇怪 有什么好想的 刘畅 腾地一下 闹了个大红脸 仓皇逃跑 哦 对了 你叫刘畅是吧 刚才有位先生找你呢 你不在 他还送了很多花给你 是吗 刘畅带着疑问 回到自己病房 看到了送的鲜花 不是很多 是太多了 各种鲜花 蒸汽豆艳 沾满整个病房 满屋子花香 把病房变成了花店 刘畅的病房是三人间 那些花 把另外两张床 也都站满了 姑且不说 这个送花的人 有多诚心 至少是给他 添了不少的麻烦 幸亏两个病友不在 他得干净 在他们回来之前 把人家床上 收拾干净 他现在身子 还没有完全康复 动一动 就气喘吁吁 满头大汗 正在忙碌 就听刚才那个女护士 站在门口 就说 你不用收拾了 这个病房 只有你一个 另外两个人呢 不是离世了吧 他们都搬到别的病房了 为什么呀 中年女护士 脸上露出博奈凡 我怎么知道 你那位朋友 跟他们交上了几句 他们就主动搬走了 看不出 你还有这么一位 神通广大的朋友啊 刘畅更加疑惑 那 他是男的 还是女的呀 明知故问 哪个女的能舍得 给你这么花钱呢 当然是男的了 要说啊 女人什么好 不如脸上那层皮儿 长得好 马上有老爷们 肯为你舍命 肯为你花钱呢 女护士说得阴阳怪气的 刘畅还想问 女护士已经走了 他满心疑惑 不过这些花是真漂亮 他做公关的 平时也没少去大场合 有些见识 其中有不少花 都是花店里的顶配 当然了 这些花肯定不是 逢远送他的 他就是一个 普通的公司小职员 没那个实力 他一边想着 坐在床上 随手捧起一束 蓝色的雾望我 在里面发现一张卡片 上面用工整的字迹写着 你是我的初心 也是我的始终 如果爱上你 也算是一种错 我深信 这会是生命中 最美丽的错 我情愿错一辈子 这笔记 他如此熟悉 不禁怦然心动 那个人 又是那个人吗 冷不防地 从他身后伸出一只手 把他手里卡片抢走了 他吓了一跳 扭头 看见一个高大的男人 站在他的身后 他刚要发作 忽然认出他来了 丁 丁医生 怎么是你呢 我来看看你 就被这一屋子花给吓到了 整得跟殡仪馆似的 就说 怎么 你改行不做公关 卖花了吗 刘畅脸一红 这些花是朋友送的 丁强晃了晃 手里卡片 就是这个朋友吗 嗯 我跟他也不太熟 老是看得出啊 他很喜欢你啊 如果不喜欢 也不会这么破费 男人其实很抠门的 他是你男朋友吗 不 也不算男朋友 只能算是比较好的朋友吧 这么有钱 你为什么不答应呢 难道你心里 还有其他信仪的对象吗 刘畅实在有点生气了 丁医生 你不是来调侃我的吧 开启玩笑了 别当真 我今天来 其实是想问你一件事情 说到这里 丁强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 问我什么事啊 我曾经问过你 刘小姐 有没有跟某些 举致比较习惯的人 有过接触 你当时说没有 我想你再好好想想 丁医生 你忽然跑来问我这句话 是有什么原因吗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不瞒你说 但你家发现了三具 无头成人尸体 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 刘畅瞬间紧张起来 萎缩地看着丁前 本来现在告诉你这些 不太合适 但这条线索 对于抓捕凶手很关键 不瞒你说 我们怀疑凶手 有可能是你认识的 一个熟人 所以我今天 其实是代表警方来的 丁前不露声色地 看着刘畅 他跟这个女人 接触不多 第一印象 感觉还可以 相貌出众 性情也比较稳重 不像那种轻挑的女人 但郭荣荣的话 确实让丁前起了疑心 男人的视角 跟女人是不一样的 漂亮女人 难免博得男人 更多的同情 也许就会掩盖一些 不太引人注意的细节 刘畅的反应很直接 他最在意的是 那三具尸体 丁医生 你说检测结果出来了 那三具尸体是 丁前点点头 是你父母和弟弟 刘畅虽然有心理准备 面对真正的事实 他还是被击倒了 他瘫倒在床上 眼睛直勾勾地 看着丁前 丁前知道 他其实脑子里 一片空白 过度的悲伤情绪 让他的脑活动 受到抑制 引发了思维停滞 和精神衰竭现象 他没有听着 往下继续说 根据法医的检测结果 他们早在数天之前 就已经遇害了 那个时候 幸亏你跟冯远在一起 要不然你就是 他们其中的一个了 警方现在已经发现 一条重要的线索 你还记得 你弟弟刘畅 曾经与凶手 发生过搏斗吧 我们怀疑 他在搏斗过程中 把凶手衣服上的 袖扣给咬掉了 所以我们在他胃里 发现了这枚袖扣 丁浅说着 伸手从衣兜里 拿出一个物证袋 拿到刘畅的面前 此时 在病房门外 正站着两个人 其中一个 连快贴在玻璃上了 这两个人 就是郭荣荣和刘飞 他们俩跟丁浅一起来的 但没进屋 只让丁浅一个人 进去跟刘畅谈 郭荣荣把耳朵贴在门上 仔细听里面的对话 一边大惊小怪的 没想到啊 真没想到 丁浅居然能干出这种事情 简直禽兽不如啊 怎么了 刘飞当然不屑 趴在门上偷听 但郭荣荣连禽兽都用上了 他还是忍不住 问了一句 我原本担心这个闷骚老男人 会看那个女人长得漂亮 怜香心欲 故意维护他 那样的男人就是禽兽 没想到 大叔上来 就是一通连珠泡 毫不顾及人家感受 把那女的都说懵逼了 太残忍 太血腥了 刘畅 现在都快悲痛语绝了 他还在说 真是禽兽不如啊 刘飞让他吵得不耐烦了 示意他小声一点 直至坊间里面 郭荣荣扭头 往玻璃里面看 就见刘畅已经从 钉钱手里拿过那枚袖扣 目光死死盯着看 刘畅问 这是凶手的吗 是的 而且这枚袖扣 是限量版的衣服上的 凶手不是一般的有钱 警方现在正在 查找衣服的来源 但我想 你或许也能提供一些线索 你好好回忆一下 这起案子 第一起案子就发生在 你租的公寓里 当时你不在家 凶手杀害你两个室友 外加他们的一个朋友 你因为不在家 侥幸逃脱 第二起案子 你房东一家全被杀害了 凶手还拿走了 你们的租房合同 警方怀疑 凶手是不想 我们太早查出 你们的身份 为他的作案 凝取时间 当时你和冯远 都藏起来了 我们找不到你们 并不了解 你们跟这个案子 有没有关系 直到凶手 对你家人下手 我们才想到 凶手的作案意图 可能是因为你 刘畅忽然 放声大哭 压抑的情感 瞬间宣泄出来 都是我 都是我害了他们 如果我不回家 就不会把凶手引来了 丁浅没有虚情假意的安慰他 从客观来说 刘畅家人遇害 确实是他造成的 凶手似乎没有什么明确目标 他就是跟踪刘畅 所到之处 就随心所欲地杀几个人 当然这种情况 刘畅不可能预料到 从这种角度来说 他又是一个可怜的女人 丁浅等刘畅哭声 减弱了一些 说 虽然警方现在初步认为 凶手跟你认识 但还没搞懂 他与你的关系 你是不是 与什么人有过过节 而且这个人十分有钱 你不妨好好想想 即便是一些难于其耻的话 现在这种时候 我也希望你如实告诉我 你也不想杀害你家人的凶手 逍遥法外部什么 丁浅的话已经点得够直白了 可是刘畅就像没听懂似的 木然地坐在床上发呆 等了大约五分钟 丁浅问他 怎么样 想到什么人没有 刘畅摇里摇头 我平时很少与别人发生摩擦 有时候被人嫉妒 倒是有的 也不至于杀我全家吧 他是在装傻 还是真没听懂的 丁浅说 恕我直言 刘小姐 我所指的不是女人 而是男人 你不会认为 我们怀疑有人嫉妒你 才追杀你吧 男人 刘畅迟疑了一下 我跟男人 更少有摩擦了 不可能是男人想杀我呀 你跟男人 不是少有摩擦 而是很受男人欢迎吧 你什么意思 丁一生 刘畅脸上有些难看 我的意思再明显不过来 你长得漂亮 外表十分引人注目 想必你自己也很清楚 听说你在中学时候 就是笑花 那都是同学随便开玩笑的 也不能那么说 那代表着大多数学生 对你的认可 也就是说 你其实就是学校的焦点 我想你在上大学 以及参加工作之后 也一样受人关注吧 应该有不少的男士 向你献殷勤 小到普通职员 大到公司老板 甚至连你做公关 你的客户 都对你有异护寻常的热情 被男人们瞩目的生活 你可能早就已经熟悉了 我不知道 你是如何操纵这种生活的 比如说 你想交往什么条件的男朋友 有钱的 有才华的 还是英俊的 或者 你现在已经有了男友 但因为某些原因 你有顾忌 这也许就是 矛盾的根源 无罪谋杀VIP版本 每天至少更新八集 好听的故事 无需等待 直接在喜马拉雅APP 搜索 无罪谋杀VIP 就可找到购买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期标题 我的微信咨询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定前这番话 已经说得很委婉了 但话里的意思 已经点到了 刘畅陷入沉思 脸上表情 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 定前随便搬了一把椅子 坐在旁边 暗中观察的 刘畅靠坐在床边 微微低头 垂下的长发 遮住小半张瓜子脸 两只手交叉放在腿上 保持这样一个姿势 一动不动 表面上 他没有任何特殊举动 在丁前眼中 已经透露出了 一些信息了 他这个坐姿 保持一种防守的姿态 他下意识中 希望将自己完全封闭起来 避免被外人看透 但他又相当敏感 察觉到丁前在注意的 所以他故作镇定 尽量保持不动 恰恰是这种刻意 让丁前发现了端倪 看来他那番话 已经刺激到流畅的内心 这个女人果然是有所隐瞒 这时候 就见丁前抬起头 用那双平静而好看的眼睛 望着丁前 就说 我的生活其实很简单 丁医生 我的男人们眼里 算不算漂亮我不知道 他们对我怎么看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想知道 我只想过我自己的生活 至于你问我有没有男朋友 这是我的个人隐私 我不想告诉你 不可否认 他确实长得挺俊俏的 而且那双刚刚哭过的泪痕 犹在的眼睛 很能惊喜男人的同情 可惜丁前是个例外 尤其是这一两年 他变得特别喜欢折磨人 他笑了 像是老狐狸看一只撒谎的小狐狸 看得流畅有点发毛 你 丁医生 一般来说 拒绝回答就是变相承认 我可以认为你已经有了男朋友 你不用否认 因为我会坚持自己的看法 不过 我是有点好奇 既然有男朋友却不承认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你对现在的男朋友 还不是很满意 你想先发展一下地下情 同时再观望一段时间 这个男友就是你的备胎吧 将来实在没有更好的 你再选择嫁给他 别生气 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你就当是自己看了一次心理医生 我绝不会把我的猜测 告诉外人的 哗啦一声 病房门开了 趴在门上听得津津有味的郭荣荣 一头栽进来 双膝跪倒在地 丁前说 丁身 我让你进来了吗 我也不想啊 是小飞姐在背后故意吓我 门外传来柳飞冷淡的声音 不是我吓你 说话的是男是女 你都听不清了吗 说话间 一个一身白西服的年轻男子 大步走进病房 他一进来 目光立刻落在刘畅的身上 关切地问道 你怎么样了 好歹了吗 刘畅看见他 脸上闪过瞬间尴尬和惊慌 然后点点头 就说 我好多了 都说你不用过来 我不放心呢 这些人是干什么的 还趴在门上 男人这时候才注意到丁前这些人 此时丁前和郭荣荣的目光 早在这个男人身上转悠好几遍了 两人都感觉很奇妙 这个世界还真是小啊 郭荣荣已经平身了 他笑呵呵地拍拍男人肩膀 男人往旁边躲了躲 瞅瞅自己的白西服 生怕郭荣荣弄脏了似的 郭荣荣说 嗨 你不认识我了吗 薛公子 男人疑惑地看着他 我们认识吗 小姐 应该叫我郭警官 头几天我们还拜访过你老爹的公司呢 平江绿意 你忘了吗 哦 你好 郭警官 也不知道男人想没想起来 礼节性地点了一下头 郭荣荣瞧瞧他 又瞧瞧流畅 就说 真没想到啊 你们俩居然认识 我们是中学同学 我这次住院 他听说之后顺便过来看看我 刘畅故意把经过说得很简单 丁钱插嘴说 顺便送了你一屋子花 刘畅一下有些语色了 薛华很高兴地问刘畅 你喜欢吗 刘畅露出不自然的笑 还好 谢谢你 让你破费了 哎 不破费 只要你喜欢就好 赶明儿给你换一屋子新的 不用了 不用了 郭荣荣多奸呢 大眼珠子在两人身上来回转悠两回 就看出门道了 他发现薛华很老实 说话也不管完 就故意问他 薛先生 你对刘小姐这么好 是打算娶她吗 薛华毫无准备 给问的张口结舌 面红耳吃 刘畅急忙说道 我们不是你说那种关系 我们就是普通朋友 你误会了 是吗 郭荣荣眼珠子一转悠 目光又落在薛华的脸上 薛公子 问你件事 你知不知道 刘畅为什么住院呢 薛华说 他生病了 生病 这谁跟你说的 刘畅 刘畅解释说 我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件事情 郭荣荣对薛华说 你知不知道 其实刘畅没病 是有人要杀他 把他弄伤了 薛华大吃了一惊 谁要杀他 要杀他人 现在还没找到呢 但他的处境很危险 凶手已经杀了好几个人了 薛华大声地问流畅 这是真的吗 无罪谋杀VIP版本 每天至少更新八集 好听的故事 无需等待 直接在喜马拉雅APP搜索 无罪谋杀VIP 就可找到购买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期标题 我的微信咨询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刘畅只好低下头 这么大的事 为什么瞒着我呀 你告诉我 是谁要杀你 你告诉我 刘畅硬是把薛华 推出了病房 行了 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先走吧 让我安静安静 郭荣荣看着丁钱 咱们上次去植物园调查 我还真没太注意这小子 看他西装革履 人模狗样的 感觉还挺稳重的呀 怎么时机一接触 我感觉还有点范彪呢 彪是东北方言 形容一个人傻气 做事不走大脑 丁钱没有发表看法 我荣荣又说 看他老爹蹦惊蹦铃的 这儿子一点都不像他 是不是富二代都这样啊 有些找个这么彪呼的 还不如屈村 找你这种老男人了 喂 你什么意思 什么叫屈尊呢 你以为老男人就能看得上你了 两人正在打嘴仗 刘畅回来了 脸上带着尴尬 郭荣荣笑着说 把男朋友送走了 那孩子看着挺实诚的 给你送这么多话 让他多坐一会儿嘛 我都说了 我跟他只是普通朋友 不是男朋友 刘畅再次强调 无意中碰上丁钱的目光 心头一坠 急忙把头转开 丁钱心有计较 没露声色 这之后 郭荣荣接到孙建州的电话 催他们回去 说有事情商量 看来他那边有了进展了 于是郭荣荣 在刘畅和冯远这边 留下一个值班警察 确保两人安全 孙建州笑呵呵地说 我这一天多呀 带着人把刘畅的公司 详细调查了一遍 问过不少人 包括刘畅的客户 也都了解了 估计你们猜不到 我都了解到了什么 难不成 你找到凶手了 凶手倒是没找到 不过找出了一个片头 郭荣荣来兴趣了 片头 谁啊 刘畅的公司老板 马任风 老板 岁数应该不小了吧 五十多岁了 现在老婆是二婚 在家做全职太太 儿子在英国读书 家里还有个小女儿 上小学 那刘畅不成了小三吗 是啊 这是公关部门的人 私下里偷偷向我透露的 刘畅今年才二十五岁 到这公司工作还不到两年 现在就已经是公关部门的负责人了 马任风外出谈判总会带上他 足以看出对他的器重 他们的关系 在公司里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我还听说啊 刘畅刚来公司时 跟公关部的原负责人 关系有些暧昧 那个男的也是一个有父之父 后来刘畅跟老板相好之后 就把那个男的给调走了 把刘畅提拔为部门一把手 看不出 这个刘畅瞧着老实巴交的 还真是一个绿茶婊呀 专门勾搭上司 我就说嘛 第一眼瞧见他那副可怜兮兮的样子 我就感觉他是装的 郭荣荣得理不饶人 这样的女人 就是想利用男人往上爬 以仗自己有点姿色 装得像个无辜宝宝似的 其实他每一步棋都是算计好的 这样的女人最能挑拨是非了 孙剑舟觉得 郭荣荣的话很有道理 跟他调查的不谋而合 这个流畅 确实不是个生油的灯啊 他这样乱弄 会不会无意中开罪了什么人 想要对他报复呢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呀 凶手杀人手段虽然离奇 但其实他并不是乱上无辜 他的作案目标都是围绕刘畅展开的 涉及到刘畅的人 他绝不手软 但我感觉 他更多的目的是在恐吓刘畅 而不是急于杀死他 当然了 要不是有冯远这个傻瓜插进一脚 凶手或许把刘畅活活玩死 从这方面说 刘畅肯定跟我们撒了谎 他说自己没得罪过任何人 但其实他自己心里清楚 他得罪的人还不少呢 我说的没错吧 大叔 丁钱说 这个女人确实对我们是有所隐瞒的 不过给我的感觉 他好像已经猜到了一些什么 只是他并不希望我们往下深挖 当然不希望了 他那些破事要是都挖出来 还怎么做人呢 他的玉女形象不是全毁了 孙简周说 目前从我们掌握的一些情况来看 这些跟刘畅有关系的男人 甚至他们的妻子 都可能有作案的嫌疑 被刘畅从公关部门挤走的 那个前部长叫杨明 现在已经辞职了 据说 这个人就是曾经扬言要报复刘畅 但是后来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你们调查过这个人吗 查过 他现在不在平江去了外地 什么城市还不知道 另外还有老板马仁峰 虽然他现在暗地里跟刘畅如交似期 但两个人有没有矛盾 谁也不清楚 还有马仁峰的老婆 是不是知道这件事情 是不是暗中也想报复 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了 这个女人的生活圈子太复杂了 很多人都可能有杀人动机 到底是谁 还需要仔仔细细查查 但至少啊 我们知道凶手信奉邪教 这一点可以帮我们筛查凶手 几个人正在商量 物证科的周科长 兴冲冲地走进办公室 告诉你们个好消息 那个金锈扣的来源 我们已经查到了 孙建州迫不及待地说 快说说 是2014年 季凡西出的限量版男士西服套装 平均每套价格在20万美金 这和人民币得120多万一套的 这个版只做了40套 其中销往中国的有17套 平江只有一个人买了 你们猜猜是谁 郭荣荣说 不会是马仁峰吧 我们正想查他呢 不是 是薛月山 他 几个人面面相去 这个人可是万万没有想到 转了一圈 居然还是老熟人 孙建州摸着脑门就说 咱们一开始不是没怀疑过他呀 但这家伙又不在场证明 张勇的举报 也被他轻易地化解 他可不那么容易对付 但最主要的 我觉得他跟刘畅之间没有什么瓜葛吧 当时是没有发现其他更加合适的嫌疑人 我们才调查他 不过比起他来 现在的马仁峰和杨明都更像是凶手啊 无罪谋杀VIP版本 每天至少更新八集 好听的故事 无需等待 直接在喜马拉雅APP搜索 无罪谋杀VIP 就可找到购买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期标题 我的微信咨询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并且插了一句嘴 薛月山也不是没有嫌疑 我和郭荣荣刚才在医院 恰好碰到他儿子薛华 他对刘畅可是很中意呢 他俩还认识啊 孙剑筹很惊讶 这个刘畅的人脉可真广啊 我们之前没太关注的 仔细一查还真是不得了 看来 他跟这位薛公子之间 也是有段故事了 但我是猜不透啊 他跟薛月山之间 还能有什么事呢 郭荣荣说 要我说啊 这次我先按兵不动 好好查清楚 他们之间的关系在下手 薛月山这个老家伙 狡猾得很 没有确凿的证据 保不齐他又留了 孙剑筹采纳了 郭荣荣的建议 并没有马上找薛月山对峙 花了几天时间 暗中做详细的调查 流畅这个小女人 人脉就像一张蜘蛛网 任何一个被他网住的男人 都可能给他带来致命的伤害 三天之后 上午上班时间 平江绿意有限公司门前 出现了一行警察 亮出警官阵 门卫也不敢拦 他们直接来找董事长 薛月山 薛月山正在会议室里开早会 孙剑筹带着人推门而入 毫无准备的众人 一脸惊愕地看着他们 薛月山的脸上 飞快闪过一丝惊怡 转瞬间恢复平静 皮笑肉不笑地说 各位都是老熟人了 这次来又有何贵干呢 抱歉薛老板 案子又有新的突破了 还得请你去公安局 喝点茶水了 新突破 薛月山处便不清 目光从孙剑筹 郭荣荣 钉钱一干人脸上扫过 给他们向了一圈面 然后告诉坐在旁边的儿子 小华 你去找周律师过来 等一下 孙剑筹拦住薛华 对薛月山说 你可以带上律师 但不代表你可以不走公安局 这是重大刑事案件 你现在是我重要的嫌疑人 我现在有权利限制你一切个人行为 并且强制你接受我们的调查 薛月山眼睛眯放了一下 思索了几秒钟 就说 好 我可以跟你们走 他又对儿子薛华说 你把情况告诉周律师 不用担心我 说完 整理了一下衣服 拍头失足地跟着孙剑筹他们出了会议室 带到刑警队之后 薛月山就玩起了沉默 对孙剑筹和郭荣荣的提问一概不回答 孙剑筹冷笑说 月总 还是不要等律师了 这一次恐怕谁也救不了你 如果我们没有证据 你想我们会把你带到这儿来吗 证据 上一次你们也这么说的 这一次张勇又向你们透露了什么消息了吗 这次不是张勇 是另外一个人 薛月山撩了撩眼皮就说 谁 啪的一声 孙剑筹把椅子上的照片拍在桌子上 推到薛月山的面前 好好看看这个女人 薛月山瞄了一眼就说 长得不错 她是谁啊 刘畅 对这个名字熟悉吗 刘畅 薛月山思索了半天 正要回答 忽然审讯室门外 传出一阵吵闹之声 一个人不顾门口警察阻拦 闯间审讯室 大声说道 我们薛总根本不认什么流畅 你们警察不要误导他 说话的人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的 一看就是跑过来的 比梁上架的眼镜都跑歪了 薛月山一看见来人 眼睛亮了一下 对孙简周说 孙队长 我的律师来了 请他进来吧 抱歉 薛老板 你现在是在接受我们的调查 我们有权利拒绝律师在场 凭什么 在国外都可以 这里是中国 周律师这时候开口了 对孙队长说 你可能还不知道 我的委托人有心脚痛 考虑到他身体状况欠佳 需要在我陪同下 接受你们的循环 这一点法律也是允许的 至于你所谓的嫌疑人 那这是一种称呼 之前你们还信誓旦旦的 去他公司寻求证据呢 后来不也是没查到什么结果吗 你知不知道 你们当时的草率行为 给我的委托人 造成多大的经济损失 我们薛总是宽宏大量 才没有起诉你们 但是上次那件事情 给他的身体状况 带来很大的影响 所以这一次 我必须陪在他的身边 也是对你们的一种监督 孙剑舟也没工夫 跟他在这里浪费口舌了 法律这东西 本来就有很大的弹性 跟律师辩论法律常识 那纯粹是自讨没趣 他厌烦地 朝拦住他的民警白白手 同意周律师进来 但是提出条件 你不可以乱讲话 否则 我马上就把你轰出去 放心 周律师目的达成 朝雪月山微笑示意 孙剑舟转向雪月山说 陈老板 你再好好看看这张照片 你确定你不认识 照片上这个女人吗 薛月山这次回答得 很是坚决 不认识 但据我们所知 这个女人和你儿子很熟悉 她们不仅熟悉 还是初中和高中同学呢 你对这个女孩 一点印象都没有吗 薛月山看了一眼周律师 周律师轻轻摇头 薛月山说 没有印象 我儿子的同学多了去了 我怎么可能都认识呢 郭荣荣插嘴说道 她可是你儿子的女朋友 说不定将来 会变成你儿媳妇呢 老公公对自己的儿媳妇 这么不关心吗 薛月山脸色一下就变了 你胡说什么 谁告诉你 她是我儿子的女朋友 我儿子告诉你们的吗 她的话 你们也能当真 跟她睡过觉的女人多了去了 不能每一个都娶回家吧 周律师咳嗽两声 薛月山闭上嘴巴了 郭荣荣可没打算跳过这个问题 根据我们私下了解 你们公司有人还亲眼看见 你儿子薛华开车 在刘畅进过你们公司 而且看你儿子的夜子 她并非是把刘畅 看成那种一夜情的女人 她也许真打算 把刘畅娶回家呢 哐的一声 薛月山气的直垂桌子 你这个小警察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们今天把我找来 就谈我儿子 跟什么女人搞过对象吗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当然不是 孙剑舟接过话说 这个刘畅 是这个案子的幸存者 我们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认为 凶手杀人很大程度 是受到了刘畅的影响 而且他很有可能 是刘畅的熟人 哼 这些都是你们自己猜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 那么这个 跟你有没有关系啊 孙剑舟看时机差不多了 把早就准备好的证据 放在薛月山的面前 薛月山问他 这是什么 你仔细看看 那是一个物证带 袋子里放着一个金灿灿的 镶嵌一圈碎钻的金钮扣 他拿起物证带 仔细端向 好好看看 有印象吗 不懂薛月山说话 周律师急忙打岔 我的委托人 当然不认识这个东西 这是什么呀 女人的耳环吗 孙剑舟呵斥的 我在问薛月山说话 周律师似乎感觉到 薛月山手里东西十分关键 不结后果地 进续大声说道 我知道你们什么意思 你不就是想说 这是流畅的金耳环吗 是薛先生买给他的 你们这是故意 给薛先生设套 让他往里面钻 你们这种诱薄的伎俩 我见太多了 郭荣荣撇撇嘴 嘀咕说道 还耳环呢 真是个土鳖 周律师耳朵还挺好使的 喂 你说什么呢 再说一遍 我说你是土鳖 特无土 薄耶鳖 土鳖 你 你 身为工检法人员 居然在审讯期间 公然辱骂原告和原告律师 我要检举你们 周律师真急了 趁机上纲上线 我没骂你啊 我就是缠述事实 我说你挺大个人 没见过世面 不是你的错 没见过还瞎巴巴 就是你的不对了 你管这东西叫耳环 还什么薛先生买给流畅的 你还真有想象力啊 这是耳环吗 这是绣扣知道不 你觉得你老板就算包养女人 能包养个像你这样的 把扣子往耳朵上戴的土鳖吗 你 你 周律师指着郭荣荣浑身颤抖 快背过气去了 行了 雪月山 喝止周律师 沉着脸问孙建筹 孙队长 那麻烦你给我解释解释 这东西 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可以 这颗钮扣 是我们从其中一个被害人 刘昌弟弟的胃里发现的 凶手把刘昌的家人全部杀害了 但刘昌的弟弟在遇害前曾经跟凶手发生过搏斗 我们推测他是在搏斗中把凶手的袖裤撕下来吞进了肚子 凶手匆忙中并没有发现 这就给我们留下来一个重要线索了 我们经过查找 确定这颗钮扣是来自于 国际品牌纪凡心 2014年推出的一套限量版西服 因为这套西服十分名贵 价值上百万 在整个平江只有一个买家 我们很容易就查到了买家信息 就是你 薛月山 薛老板 现在你觉得我们把你请来理由够不够充分呢 薛月山看着手里的金牛扣 钻在掌心用力捏紧 似乎要把扣子捏碎一半 周律师也傻了 呆呆望着薛月山 他也没料到警方已经掌握了这么重要的证据 孙建周这次反而不着急了 文文当当地坐在薛月山的对面 耐心地等着 他倒想看看 这个老家伙还能不能耍出什么花样来 沉默了足足半个小时 薛月山一动不动的模样 几乎变成了一块顽石 他终于下定决心 开口说道 好吧 我承认 是我干的 他的回答既在意料之外 又在意料之中 孙建中问 为什么 因为刘昌 你跟他什么关系 我想你们是搞错了 我跟这个女人之间 并不是你想象的那种男女关系 我们两个本身没有任何关系 甚至都谈不上手心 那你为什么又说 你做这些案子是因为刘昌 因为我要惩罚这个小贱人 他勾引我儿子 孙建中有些惊讶 就因为这个原因吗 这个原因看似简单 其实一点也不简单 你知道我的身份 像我儿子这样的富二代 打他主意的女人有的事 他要是玩玩 我倒不敢愿 但要是女方想踏进我家门 那我可要擦亮眼睛 好好查查了 这个刘昌 就是想嫁入豪门 一步登天的女人 说起他 我跟他们家 还有点远远 你们以前就认识他 他过去和我儿子 是中学同学 从初中一直到高中 这个女孩有几分狐媚 上学那会儿 还被那帮小孩选为校花 人美学习也好 在学校很出名 连我这个做家长 他都知道的 那个时候 有不少男生喜欢他 背地里给他写情书 我儿子就是其中一个 这小子平时语文不咋的 那一封封情书 写的倒是文采飞扬 肉麻得很 看到我和他妈都嫉妒 辛辛苦苦把他养这么大 他对我们 何时又有这么用心过 但万万没想到 刘昌这个小丫头 居然不识抬举 不但不接受我儿子 还把他的情书 拿给别人看 让人当众朗读 完全成了笑话 我儿子上学那会儿 一直很老实 这一下把他 弄成了全校的笑柄 有一段时间 得了抑郁症 我和他妈 知道这件事情 十分生气 要找那个女孩算账 可是 我家那小子 居然还护着那个女孩 还希望我们出头 帮他们换好关系 我生气归生气 但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我只好答应他了 心平气和地 找那个女孩谈谈 我当时也没去 什么高档饭店 就在学校附近 随便找了一个饭店 请那女孩吃了一顿饭 可是那个不知好歹的 小丫头 不但不领情 还羞扫我们 实在是把我气坏了 他当着我们的面 一点都不掩饰 说我儿子如何如何不是 从头数落到脚 言外之意 是嫌弃我儿子 唯唯诺诺 没出息 嫌我们家穷 配不上他 把我们挖苦了一顿 飘然而去了 当时要不是我儿子拦着 我早就收拾他了 但是转眼想想 能让我这小子 看清楚这是一个 什么女人 我也认了 这件事情 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无罪谋杀 无罪谋杀VIP版本 每天至少更新八集 好听的故事 无需等待 直接在喜马拉雅APP 搜索 无罪谋杀VIP 就可找到购买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期标题 我的微信咨询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后来我儿子考上名牌大学 我的企业也做出了规模 反倒是听说流畅高考失利 上了一所一般般的大学 这样的人才叫不自量力 不用我教训他 现实就给他上课了 若实在的 就凭我儿子的品貌 凭他的家庭背景 他这样一个小门小户的人家 我们还看不上呢 哪还能轮到他 挑散见思 那刘长后来 又怎么跟你儿子 处上对象的 薛月山的眼中 透出一股阴狠之色 本来我儿子 都已经有未婚妻了 家庭也跟我们 是门当户对 可是自从年初 他参加了一次 初中同学会 鬼使神差的 就又跟刘长勾搭上了 不仅如此 还明目张胆地 把他带到公司里 我真是没想到 这个女人居然一点廉耻都没有 当初把我儿子看得一钱不值 变得一无是处 现在发现他是富二代了 马上一百八十度转弯 死气白癌地 倒追我儿子 我这儿子也是不争气 忘了当年的羞辱 居然还想接受他 这样的不值钱的女人 我怎么可能让他进家门呢 我跟他妈坚决反对 但是那小丫头 不知道使出什么狐媚手段 把我这个小子摆弄得服服帖帖的 还威胁我们 非他不娶 否则就离家出走 我心里清清楚楚 这肯定是流畅那个贱女人 在背后怂恿的 要不然我儿子绝对不能 做出这种事情 心仇旧恨 我任无可忍 所以 你就对流畅起了杀机 是 但只是流畅一个人得罪了你 你为什么还要牵连其他人 我也不想 只杀疯了头 我也顾及不了那么多了 只能算这些人倒霉吧 有时候想想 我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 不瞒你说 我早就有杀人的冲动了 尤其是看到那些品质恶劣 没有廉耻的家伙 我就特别想弄死他们 有时候我都幻想 我要是他妈的希特勒就好了 把那些人渣 统统从地球上清除干净多好 我们这个世界就和谐多了 你从什么时候 有这种想法的 见过流畅之后吗 当然不是 早在我年轻的时候就有了 看到不顺眼的人 我就想弄死他 当然 我那时候只是想想 一直都没有实际做 但不可否认 流畅确实是给我弃着了 我从来没遇到过像流畅 这么贱的女人 我他妈的太想弄死他了 不 我还不想他死得太容易 我想彻彻底底地折磨死他 杀光他的亲亲朋友 杀光他的家人 让他生无可恋 绝望到死 是这个贱女人 让我彻底释放了自己 薛月山说到最后无比得意 没有为自己的行为 感到丝毫的愧疚 面对这样一个魔鬼 孙剑舟也没什么好问的了 他看记录员 接得差不多了 看看其他人就说 你们还有什么想问的吗 一直坐在旁边 不说话的丁前 这时候说了 我有个问题 想问问薛老板 你信印度教吗 薛月山 没跟丁前打过交道 用那双狡猾的眼睛 打量打量的 当然 怎么了 你的目的 只是想报复刘畅 为什么会想到 用印度教的方式 这里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实话是说 你这种杀人手段很特别 我们一直很好奇 凶手为什么要这么看 仅仅是为了折磨人 没必要用这么麻烦的手段 薛月山凝视他 尽管身陷重罪 依然不见威风 丁前打量着他 目光淡然 不急不躁 渐渐地 薛月山 呼吸粗重 脑门有些发潮 仿佛有种无形的压力 在不停地逼向他 印度教里 对于下贱的女人 总要施加惩罚 我要把她打入十八层地狱 让她永世不得嘲生 薛月山 缓慢又强调地说出来 丁前默然反问 印度教有十八层地狱吗 薛月山一下子凝住了 丁前笑了 我随便一说 其实我也不知道有没有 你 薛月山气得牙根痒痒 丁前在问什么 他就拒绝回答了 但对于自己的罪行 供认不讳 也交代了详细的作案手段 证据充分 审讯结束 孙建州暂时将薛月山收押 择日便要作为杀人嫌疑犯 移送看守所 等待走司法程序 凶手归案 大家原本都松了口气 孙建州发现 丁前有点恍神 错过来问他 怎么了 丁医生 我觉得 薛月山不像凶手 他突然冒出这句话 把丁前惊得不轻啊 说心里话 好容易抓到凶手 他也不想节外生枝 他尽量解释 薛月山可是证据确凿啊 那套季凡系的西服 确实是他买的 购物者信息清清楚楚 是他的名字啊 那 他的动机呢 他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根据我这两天 对刘畅的打探 这个女人确实是不太前点 喜欢耍弄手段 这一点 跟薛月山说的 倒是比较吻合 那么你觉得 就因为要报复刘畅 当年对他儿子的羞辱 以及现在耍手段 要嫁给他儿子 薛月山就不计一切后果的 犯下这么重的案子 杀死这么多人 是不是有些牵强了 孙剑舟摸着下巴说 哎呀 说实话 我刚才审问的时候 也不是没怀疑过 不过后来薛月山 自己也承认了 他早就有杀人的动机 只不过一直没有 付诸实际行动 他说得再经再理呀 省厅特案组的杜组长 给我们做的培训的时候 曾经形容过这种人 叫什么 变态杀手 这类罪犯作案手段 通常怪诞残忍 没有我们通常意义上的 明确动机 他们动机往往自己 为了满足自己 扭曲的心理欲望 正因为如此 他们的作案 往往带有标志性的特征 你觉得薛月山 就是这样的变态罪犯 是吗 你不觉得吗 我觉得 他坦白地 跟杜组长所说的 变态杀手十分吻合呀 他的杀人证据充分 也有明确的杀人动机 只是他的动机 以寻常角度看 有点荒荡 但是如果考虑 对象是个原本心里 有问题的人 刘畅只不过是 刺激他发病的 那个导火索而已啊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丁浅没有肯定孙剑舟的想法 你审问的全过程 我都一直在观察薛月山 他对自己的情绪 和说话的语速 控制得很好 在我看来 他的思路十分清晰 一直在试图揣测 我们的想法 你好好想想 你向他提问的时候 他是如何表现的 他其实是 顺着你的意思说的 他说的都是你想要的 所以即使他口供里 有一些漏洞 你也很容易接受 这是一个明显的心理暗示 但是一个变态性的 连缓杀手 他畸形的世界观 可以清晰地体现在 他作案之中 尤其是他那 具有标志性的 行为中 在这个案子中 凶手对印度教 有近乎痴迷的崇拜 所以 我才专门问他 为什么 用印度教的方式杀人 你还记得 他是怎么回答的吧 他说 他的对流畅 施加惩罚 对 他是那么说的 但是我理解 凶手并不单纯 是为了惩罚流畅 他是在祭祀 流畅只是一个刺激源 凶手要完成的是祭祀本身 这样的症状在精神病学上称之为偏执性妄想 相较而言 薛月山的解释太理性了 你怀疑他不是凶手 他除了狡猾 与我心目中的凶手 还有些察觉 可是那些证据呢 我们得到了很多证据 除了那个金袖扣之外 其他证据都是他自己交代的 作案手段 我们上次调查他的时候 他就了解大概了 之后过了这些天 也足够他摸清案情的 因此 在面对我们审讯的时候 他表面上是在和你针锋相对 实则 他在把自己已知的案情 和你的问话结合起来 变成他自己的口供 你好好想想 是不是这样 孙剑舟思前响后 脑门雷出皱纹 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 深夜 平江武警103医院 刚刚换班的女护士 推着药品车 悄悄走进病房 病人用被子蒙着头熟睡了 他看了一眼患者信息 风远打点滴了 病人没有反应 女护士走到病床前 掀开被子 一下子愣住了 被子里没有人 只有一个枕头 正在他愣神 从闷后死角 悄无声息走出一个 戴着猪头面罩的人 他脚上缠着布 走路不发出一点声音 他手里拎着一把斧头 两道阴枕的目光 从野猪的眼窝里射了出来 盯着女护士的后背 懵懂的小护士还毫无察觉 直到灯光之下 一条怪物般的影子将他完全笼罩 他猛然惊觉转回身 一把烦卧的斧头落在他头上 静止了几秒钟 血水穿过发丝滑落脸上 形成几道小席 女护士正大双眼 凝固着恐惧和惊讶 他的尸体往后仰倒 在窗边挡了一下 扑倒在地上 凶手不再多看他一眼 转身把房门反锁 从门后领出一个黑色的大皮包 往地上一扔 皮包里发出金属碰撞的声响 他伸手从包里掏出一把 大号的长柄铁剪 走到女护士的身旁 李达这两天哪都没去 一直守在医院里 没事便穿着便衣 在医院里溜达一圈 外人谁也不知道 他就是平江刑警队的副队长 孙锦舟给他下了死命令 要他务必保护好刘昌 李达心里也不以为然 他就不相信 凶手能有天大的胆子 敢跑到医院里杀人 要是让凶手知道 还有个副刑警队长 在这守住带兔 解他两个胆子都不敢 一晃好几天过去了 骂事没有 他都嫌出鸟来了 就在今天下午 听说嫌疑人薛月山已经抓到了 证据确凿 他也彻底松了口气 偷偷在外面喝了一顿小酒 傍晚才回来 眯了一会儿 醒过来已经是大半夜了 他是那个懒腰 站起来在医院里溜达了一圈 经过刘畅病房门外的时候 看到本来屋里亮着灯 等他走进了 屋里灯一下就灭了 他多少有些纳闷 也许只是巧合 但是凭着警察的直觉 他还是进屋看了一眼 他走到刘畅的床前 心里琢磨着 一个大老爷们 跑人家姑娘床前 是不是有些不太礼貌 正在这合集着忽然感觉一阵恶风 奔着脑袋袭来 他想躲已经来不及了 本能的抬右手去挡 一个硬邦邦的东西 砸他胳膊上 咔嚓一下就骨折了 一阵钻心的剧痛 他忍着痛挥起左手给对方一拳 他是奔着对方头打过去的 却发现空了一声 袭击者身子歪栽 但是也没有被打倒 李达这才来得极细看 心其他的人 戴着一个青面獠牙的头罩 分明就是一个野猪头 他那一拳 把野猪头打歪了 凶手 李达脑子里忽悠一下 来不及细想 那个人已经把猪头扶正 一张猪脸正对着他 他手里拎着一把斧头 举起斧头 要往李达脑袋上看 李达急忙伸出 没有受伤的左手 一把抓住斧头柄 两人在屋里开始争夺起来 扭打 李达右手受伤 单凭左手明显吃亏 几个回合 被对方打翻在地 骑到他的身上 李达也不让分 胡乱抓打 一把抓住的人野猪嘴 用力撕扯之下 忽然一把把猪头拽落 接着走廊透进的光亮 昏暗中出现一张 半明半暗的脸 李达看见这张脸 露出了惊恶的神情 是你 咔的一声 斧头结结实实地 砍在他头上 他突骨的眼珠 仍旧死死盯着凶手 伸手还想抓脑几下 终于无力地垂落下去 凶手拎着低血的斧头 发了一会儿呆 匆忙抓起猪头面罩袋上 跑出了病房 半个小时之后 又一位置办护士 在查房的时候 看到了他这辈子 都不敢想象的恐怖一幕 发出了惨绝人寰的尖叫之声 孙剑舟怀着复杂心情 走进冯远的病房 冯远不在病房里 病房里只有一具 割掉头的尸体 脖梗上插着红花石蒜 根据尸体被包下来的衣服 能辨认出 死者是其中一个 置办的女护士 这具无头女尸 之前的尸体不同 没有坐在地上 而是被挂在吊瓶架上 她的手脚用输液管拴住 左足点地 右足高台 双臂挽花 摆成了 好像跳舞的姿态 无罪谋杀VIP版本 每天至少更新八级 好听的故事 无需等待 直接在喜马拉雅APP 搜索无罪谋杀VIP 就可找到购买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期标题 我的微信咨询 感谢收听 我说他在买到购买的 必须有任何问题 我说我会加本期标题 我说我会加本期标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